第二种情形是d平方加1平方减4f等于0 这时候代表x加2分之1的平方加y加2分之1的平方等于0 那因为平方一定都是正的 两个大于等于0的数相加等于0 代表这两个数都要等于0 所以x要等于负2分之1 y要等于负2分之1 所以它的图形为一个点 就是负2分之1负2分之1这个点